韓國瑜不笨 你知道利用這個機會 他找到一個舞台 所以你注意看他喊了幾個事情 包括普篩 包括他本來不是冰淇推演 他本來是要做封城演習 那包括挑戰陳時中 就是說我要做電話異調 你再一挑戰陳時中就拿到 他沒有什麼好輸的 你記得一件事情 韓國瑜是沒什麼好輸的 韓國瑜的心態上是患得患失 他一下子想這樣 一下子想那樣子 所以他會提出說希望法院 找行政法院 又想低調又會暴衝 對 可是 所以你注意看韓國瑜 在這段時間所有的事情 其實跟616號都沒有脫離 所以你說 為什麼要去碰陳時中 其實也是為了616號 就是說 基本上他沒有什麼好輸的 因為616號如果被 罷免成功了 他就結束了 所以在這個之前 他會很多事情 那你所有東西要吃出 我們要找到一個理由 普篩這件事情 其實就建立在說 高雄的民眾會因為磐石 就會恐慌 會緊張 所以他就叫普篩 因為有一個觀點是在醫界傳出來說 我如果不怎麼樣 我們覺得身體都很好 你叫我去篩檢 所以他們提出一個口號 六個字叫做 我OK 你先篩 大家其實是不願意的 那你的部分呢 就如果說叫你做一個普篩 那你身為醫師人員 你是優先的那一塊 你要篩檢嗎 我也是看針到底不篩 為什麼 你知道篩檢很痛耶 很難過 我以前曾經想 想說我常常幫人家做 那個要鼻咽部裁檢 我想說自己試看看 因為他們都很難過 我把那個柿子拿這樣 拿到我的鼻子 差不多十文之一就停住了 我沒有辦法進去了 我覺得太難過了 那鼻子是非常非常敏感的組織 那個要領命的感覺 那個你要篩這個東西 背後一定要有人把你扶著 因為你會掙扎 那個像在受酷刑一樣 雖然它會是非侵襲性的 但是它造成是相當的不舒服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政策 總是說你要有動機 那你要有後續 你需要達到什麼成果 那動機是什麼 通常我們去大規模篩檢的動機 就是你爆發了 那個大規模社區感染 不明傳染源的社區感染 你才需要去做 否則的話你針對特地需要 對上去檢驗就可以啊 不需要篩檢啊 週末晚間九點進行鎖定 正知道了週末版